核实预计月底开放进口 国民党召开记者会 强调将要推动修法 防止核实进入校园 并要求政府禁止福岛等五线 水产品 乳制品及婴幼儿食品等 高风险产品进口 蔡政府告诉大家说 它有三原则三配套 但是你可以看到 48%的民众 他也告诉了蔡政府 这是多数 他觉得政府这样的把关机制 他没有信心 可以确保食安 立法院开议之后 学校卫生法的修法 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 而国民党立院党团 也已经提出来五要求六主张 那这当中对于儿少的把关 很重要的是 我们认为福岛五线式的 包括水产品 乳制品 还有婴幼儿食品 通通都应该维持禁止 不应该开放 中央政府你定的政策 可能有国情很多因素 要符合国际潮流 我们相信 但是如果以地方政府的角度 如果他要严格把关 政府你不要说 你地方不能违反我中央 以这个理由来否决地方 严格执行把关的这个动作 哪怕你政府进来 任何福岛的食品 我就是不买 我就是不吃 为了我的健康 这是我诚恳地提出一个呼吁 这个计量呢 你反过来想 它是累积的 好 所以说 这张图表就告诉我们 什么一个重点呢 能不接受就不接受 婴儿的所有跟婴儿有关的食品 你的辐射检测一定要零 那其他的还可以维持 50 100 贝克 但是婴儿 尤其是奶粉 一定是零检出 我们台湾 大家知道吗 我们对于食安的预算 已经是讲了多少年了 一个人 一年只有116块 香港 我们是香港的三十分之一 大家想想看 未来何时进来 有多少经费 可以去检验 有什么 Grund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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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